第一节第二节是大卫向神陈述自己危难的处境 并且他同时也告诉神群众的观点和看法 群众们普遍都认为神已经不站在大卫一边了 那么接着大卫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看见大卫不给予去认同群众的看法 这对他是很难的 但是大卫做到了 他透过什么来做到的呢 就是在经文当中 本篇出现过三次 但却不需要读出来的希拉一词 很巧妙的 当大卫形容了自己现今的处境之后 也提到了众人的观点 于是经文就出现希拉 在这里希拉被认为是诗歌的修纸符 做短暂的停顿 既是提醒诵读的人 也是提醒歌唱的人 但其实在这里 希拉有着更深层的意思 就是大卫告诉自己 也告诉后来读经的人 先别着急 静一下 想想看 真的是像所观察的 所听到的那样吗 所以在这里 希拉向我们显示 那属灵的人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光景 便是不急于对自己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物 做血气和肉体的回应 而是静下来 慢下来 停顿下来 退到主理思想 该做的回应 反应 究竟是什么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 希拉就有着深一层的属灵的意涵 她告诉我们 要学习在面对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 无论来自于世界 包括仇敌的叫嚷和喧嚣 观点和看法 该多么的清晰 强大 我们都要学习退到主理 停下来 静一静 神是不是这么看的 主是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 这里的希拉就很像 诗篇第46篇 第十节所表达的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用英文的表达 要更加精彩 叫做 第一 steal 就是让人不要动 暂时不要动 听听神怎么说 再看看 神会怎么做 你看接着第二段 情形就明朗了 神的答案就出现了 大卫也就清楚了 自己的处境 不像众人所议论的那样 所以第二段的第三节 第四节 他说 但你耶和华 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第三节的经文 出现一个担字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是在 希拉 这个停顿之后 发生的 一个经验 一个实在的认识 一个美好的领受 也包括 实在存在的 一种光景 它就是大卫 和神之间 不被动摇 和改变的关系 人们认为 在压杀龙的攻击之下 大卫已经没有神的帮助了 但偏偏 神 是大卫 四围的盾牌 我们相信在当时 拥护压杀龙的群众 已经很多 但是 大卫 并不像人们 所以为的那样 已经成为 一个孤家寡人 压杀龙的叛乱 反而检测出 大卫的将士们的 臣宰们 和群众们 对他的忠心程度 而同时 神的心意 并不是让大卫 失去王位 所以大卫 依然有神的帮助 神在四面 成为大卫的盾牌 不单单神 要保护大卫 神 还要做他的荣耀 我们记得吗 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 有誓美 用石头 扔向大卫 有咒骂大卫 另外 压杀龙 还听了 谋士 亚西多福的话 在大卫 王宫的阳台 公然的 与大卫 留下来的 妃嫔 同情 玷污 大卫的尊荣 和名声 从人的眼中 大卫 受到人的咒骂 以及 妃嫔 在光天 化日之下 被自己的 儿子 所辱 这哪里还有脸面呢 这哪里还有尊荣呢 但大卫自己 却从内心当中 深深地相信 神是荣耀的神 他和神之间的关系 并未改变 以色列的神 依然是大卫的荣耀 大卫的确 曾经因犯罪 而蒙羞 但在神的心意中 神是会叫他 抬起头来的 大卫的信念当中 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既保守他的平安 又赐他尊荣 并让他 能抬起头来 各位弟兄姐妹们 圣经当中 当提到 抬起头来 有的 英文的版本 翻译为 你高举我的头 因为一个头 不被高举的人 或是没有抬头的人 都是蒙羞的人 大家还记得 像撒末尔记下 十五章三十节 提到大卫 曾经蒙着头 吃着脚 一边走 一边哭 大卫曾经有 垂头上气 满面 都带着羞辱的泪水的时候 但同样 大卫相信 神也会 除掉他的羞辱 使他最终 能够抬起头来 同样的圣经表达 还出现在 诗篇的 第27篇 第五节 第六节 大卫曾经表达说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 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大卫能做这样的祷告 能在神面前 有如此的倾诉 就实在表现出了 他对神 特有的认识 大卫的心中 之所以有牢牢地 与神之间关系的确据 这的确可以看得出 他就是蒙了 赦罪之恩 定义地知道 神在他的生命中 要安待他 而且他也牢牢地相信 神在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 必不更改 必不遥憾 第三节 大卫宣告出了 他所信的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 那第四节 就表示出了 大卫在这样一位神面前 他究竟怎么做 他说 我用我的声音 求告耶和华 在这里中文的翻译 不是太明显 英文的圣经 经文若是变成中文 清楚地可以显示出 我高声 求告耶和华 所以大卫的声音 不是异教的先知 用绵盲的声音 用音音的小声 只说给自己听就够了 在圣经时代的人 都是大声地祷告 大声地呼求 所以英文的版本会说 I cry aloud 就是大声呼求 抱歉我在这里用了英文的表达语气 总的意思是要鼓励大家 你今日在神的面前有祷告的需求吗 有什么事情正在成为你的难处 你的难处大过大位所面对的难处吗 不管程度如何 学习在神的面前 找一个可以大声向他呼求的地方 将你所要的 就告诉给我们这位坐在高天之上 要听我们祷告的主 在诗篇27篇 就在刚才我们所引用的经文之后 第七节 大卫就说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做安静的祷告 也可以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生命和生活的需求 在神的面前大大张口 清心吐一 要知道我们一旦向神发声 其结果会是什么 第四节的后一半就告诉我们 结果神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出一个场面 大卫被自己行叛乱的儿子压沙龙 赶离了耶路撒冷 他远远地向神来呼求 说神啊 结果神就远远地从他在西安的圣山 答应说 爱我在这儿就是这样 其实神是灵 拜他的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 神又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以为 神与我们遥远到一个地步 我们得拼着命 用最大的音量向他呼喊 他才能从耶路撒冷西安的圣山 听到我们的呼求 其实不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大声呼求 是显示 那有着生命需求的人 心里和灵里的迫切程度 因此 我们鼓励大家 大大的向主张口 他的灵就大大的充满我们 而神也就必从他西安的圣山来答应我们 还有应允我们的呼求 今天你碰到的需求难处足以让你的生命难以承受吗 若是真的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你就该来到神面前呼求 而且是大大的呼求 我们还是要引用诗篇128篇的话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于你 因为西安 乃是他掌权的地方 是他荣耀的居所 是他宝座的所在 所以如今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 来让你我都救进他 相信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 必蒙他垂听和应允 因为另有一处诗篇告诉我们 神是应当传颂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诗篇66篇第二十节 我会让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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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